一名女子高舉彩虹旗 不斷揮舞衝進抗議現場 但沒想到下一秒衝突爆發 一名男子抓住女子的手 把他推到牆邊 就像壁咚一樣把他圈住 第一名男子還企圖搶走 女子手中的彩虹旗 現場不斷喊著口號 讓女子很生氣 用力把手中的彩虹旗 往人群一丟 為了表達支持多元性別 台中市從十二月十號起一連七天 在市府前廣場掛起彩虹旗 引發下一旦幸福聯盟的不滿 號召近千人在市議會前抗議 要求行政中立 但沒想到這場抗議衝突不斷 還有一名女子揮舞彩虹旗奔跑 被從後面雄暴架走 脫離抗議現場 市長連續下來跟市民一起 喂 市民上下來 雖然市長林佳龍沒有直接回應 但副市長張光瑤已經代表接下陳情書 同時也表示會尊重市民的意見 只是進座抗議卻引發了不少衝突 恐怕也讓活動的初衷打了走扣 記者李孟章謝右雲台中報導